萧永善战的定王刘衍是当惊天子刘剧的弟弟 八年前的燕城之战以三万仓无军打败北梁十万大军 此战奠定了南城和北梁分庭抗礼之势 南城也由此一改颓势 不过五年之前的巨马河之战刘衍却遭遇惨败 三万仓无军几乎全军覆没 巨马河之战的惨败不在于定王刘衍的指挥无能 而是他的副将袁成明在关键时刻突然叛变 而袁成明之所以背叛是因为有人拿他妻女的性命威胁他 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正是南城的当朝太后周太后 不仅如此当刘衍暗中调查巨马河之战大败原因的时候 周太后也在暗中阻扰甚至派出皇家暗卫直接刺杀刘衍 周太后虽不是刘衍的生母 但却抚养他长大平时也是母慈子孝 那为何周太后却要一次次的置刘衍于死地呢 直到看懂了穆卓华的身世之后才恍然大悟 一 穆卓华不仅饱读诗书而且还精通医术 他的医术来自他的母亲和他外祖父所留下的医书 穆卓华的母亲顾一笑曾说过 穆卓华的外祖父曾在太医院任职 因范是被抄家顾一笑被迈入烟花之地沦落封城 后来成为了江南首富慕容的第三房姻娘 顾一笑甚至不记得自己父母亲的名字 连顾一笑这个名字也是慕容改的 原成名的女儿云响越中毒身亡 穆卓华查到是中了还阳伞的毒 问题是还阳伞的原料非常珍贵 尤其是其中的一味主药治鲜果千金难求 只有黄氏才会有库存 而且还阳伞的药方从未在民间出现过 所以穆卓华认定还阳伞只有南辰太医院才有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丁王流眼虽然查遍了太医院都没查到还阳伞的药方 但顺着治鲜果的线索 最终却查到了先帝时期的太医院长院傅圣如 在被抄家之前正在研制一种新药 为此耗费了不少治鲜果 二 丁王流眼的母妃是先帝时期的云妃 深得先帝宠爱 云妃当年生流眼的时候难产而死 事后太医院不少太医受到牵连 纷纷被革职查办 长院傅圣如被抄家 以至于家破人亡 连年幼的女儿都被发卖到了青楼 现在流眼回想起来 才觉得母妃之死有颇多蹊跷之处 真相很可能是先帝时期的皇后 也就是现在的周太后妒忌先帝宠爱云妃 之前云妃没有怀孕 对她和儿子刘具还没有多大威胁 但一旦云妃生下皇子 那么她和刘具的地位都会受到极大的挑战 因为先帝对云妃怀孕非常重视 让傅圣如带着太医细心照料 所以周太后要么是抓住了傅圣如的把柄 暗中威胁她偷偷对云妃下药 要么是让别人下药 然后嫁祸给了傅圣如 而且云妃的死 说不定也和还阳三有关 所以穆卓华 其实是傅圣如的外孙女 定王流眼的母妃 云妃之死 罪魁祸首 虽然是周太后 但和傅圣如也脱不了关系 周太后虽然口口声声说 她之所以五年之前暗中使坏 导致流眼在巨马河之战遭遇惨败 事后 又派杀手 甚至出动皇家暗卫 追杀流眼的主要原因 是流眼战功赫赫功高震主 会对刘具的皇位构成威胁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刘具 其实这只是周太后的托词 或者说并不是她要置流眼于死地的 主要原因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云妃之死 大家都以为是因为难产 所以流眼就由周太后 一手抚养长大 但周太后却想斩草除根 在流眼年幼的时候 曾想制造一场意外 让流眼溺水而亡 没想到 却被看破不说破的刘具 拼命相救 才没让周太后的阴谋得逞 那个时候的流眼 只是个小孩子 哪来的功高震主 这么多年过去了 周太后其实也清楚 流眼不会谋反 所以她真正怕的 不是流眼功高震主 而是怕流眼追查下去 会查到当年云妃之死的真相 这才是她要一次次的 置流眼于死地的真正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